好,那我们刚刚已经产生了一个试算表 产生了一个试算表 那这个试算表呢 它现在目前的网址在这边 但是因为这个表没有公布到网路上 所以大家还会 目前还抓不到 所以呢,我们要先在档案这边做一个发布的动作 这个动作很重要 档案发布 发布到网路上 好,所以你点一下发布之后 它说这边 这个文件目前未在网路上发布 那如果未发布的话 别人是给网址也抓不到 所以我们就点一下发布 那点一下发布之后按确定 好,那它就会出现一个连结 那这个连结呢 就是这个试算表的 发布在网路上的连结 好,那我们就把它复制一下 好,我们Ctrl-C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呢,我们先开一个 先开一个这个text档 文字文件 笔记本啦 然后把它贴上来 所以这一个 这一个就是发布以后的试算表连结 所以即使你没有登录 即使你没有登录 你用别的浏览器去看 即使你没有登录的话 这个表格应该是可以看得到的 因为它被发布过了 所以我们用IE开 我IE没有登录Google 我还是可以看到资料 好,那我们现在的重点 是要把这个连结 因为这个连结 如果Squitch要用的话 要改成JSON的格式 那怎么改呢 各位可以参考我的网站 我的网站 这边有一个改的方法 好 请你到那个我的网站 我的网站 好 网站这边 应该是在这里 12月9号 105年12月9号这篇文章 这里有一个网址 你把这个网址 把它复制起来 复制起来 等一下这个地方 要换成你的试算表的金钥 所以我们一样把它贴到 刚刚的笔记本去 好 所以把这个地方 要换成金钥 金钥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这里就是你的金钥 这是你刚刚的试算表的网址 对不对 公开的网址 那你只要把这个地方 D的后面 D斜线的后面 就是这一个 这个试算表的D的斜线的后面 一直到Pub里 这个PubHTML 这个中间 这个部分 把它复制 然后把它改贴在这里 把这里取代掉 好 取代掉之后 这整个网址 整个网址 就会是Json格式的网址 你可以去试一下 我现在回到那个 浏览器这边 那你把这个网址 直接贴上去 按Enter 有没有看到 就会变成这种 看起来像乱码 那其实它这个是Json的格式 这是Json的格式 所以我们 在Squatch里面 我们要用的是这一串网址 如果你要下载 那个 你的自己的试算表 这个是这个试算表的 的资料 你要从Squatch里面去做下载 你要用的就是这个 改成Json格式的网址 就会变成Json格式的网址